一般来讲我们成年以后啊 成年人就是根据美国的大数据来讲 成年人需要的睡眠一般在6到9个小时之间 平均只是7到8个小时 所以大家可能会听到很多睡眠专家说 啊就是尽量睡7到8个小时吧 但是有些人确实是需要睡9个小时左右 有的人需要睡6个小时左右就足够了 那其实最近几年有几个这种原分析的超级大数据 一个是欧洲的我看到一个是亚洲的 美国这边好像还有一个就是不同的research team做的 他们分析了就是几万几十万的人啊 他们是发现那种连续需要睡10个小时 或者9个多小时以上的人 他们的这个all cause modality 就是各种原因导致的死亡率在之后 其实是比那些睡7个小时或者更少的人是要高的 所以呢一般来讲他们的理由就是说 不是因为你睡的多导致你死亡率高 而是如果你经常性的需要睡10个小时以上 不睡够的话你白天还能睡着 或者是就是说你就觉得总也睡不够 需要很长的这种睡眠 它可能暗示着你身体有其他的一些隐藏的问题 所以我会说对于睡多了 但还是不太够的情况就要看他到底你白天是困还是累 如果是白天很困还能睡着的话 他有可能是有其他的这个sleep disorder 因为我们一共有80多种啊 那也有可能有其他的一些身体上的一些小问题 也可以去问问医生的意见 也可以自己调整一下 那如果白天只是累的话 累和困不一样 困是你真能睡着啊 累你不是你是睡不着的 但是你就是整个人很疲惫 很exhausted的那种感觉 那这个呢有可能不直接跟睡眠相关 它可能跟你的营养 跟你的整个最近的压力焦虑情绪等问题 跟你的那个是不是脱水 是不是缺铁等等 都有可能相关 所以就是说我会觉得这个问题会比较复杂 要看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 才能去考虑说这到底是正常的 还是有问题的 不用先太担心 但是呢我都会鼓励啊 我们今天在听的人 大家都可以去记录一下自己的睡眠 看一看自己的睡眠 比如一个星期两个星期 大概是一个什么状况 大概是不是在一个比较正常的范围值 是不是有一些需要特别担心的地方 如果有的话 可以去找自己的家庭医生 询问一下 让家庭医生推荐一个 那个睡眠专科医生 去询问一下 做一个consultation 这样子至少可以放心很多 嗯 嗯